停办一年的八通关杯篮球赛 今年趁中秋连续假期来举办 吸引了48支队伍参加 在10月2号举办开幕典礼场面很热闹 玉璃正体育会表示 今年特别增加了国小国中高中组三对三赛事 让运动风气可以从小做起 已经停办一年的八通关杯篮球赛事 今年趁中秋连续假期来办理 吸引了48支队伍参加 更在10月2号举办了开幕典礼 现场有超过百位选手热情参与 场面也相当热闹 玉璃正体育会表示 今年有特别增加了国小国中高中组的三对三赛事 每年的每年都只会办射高组的五对五篮球赛 我想说这次要一个突破的创新 希望说可以推广基层的运动 所以我们这次特地办理了国小组 然后国中及高中组的三对三 希望说有一个运动风气 并且也说连续假期办理活动 除了能够让外地游子回到家乡 多一个正当休闲娱乐之外 更能够活络年轻人的感情 这次我们全部参赛队伍全部有48队 然后我们将进行三天的赛程 这样大家在中秋年假的时候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地方 然后可以增加友谊增加绝技 玉璃镇体育会多年来积极举办各项球类的赛事 希望可以培养出具有潜力的选手 现在已经成为了每一年玉璃镇的重要赛事了 也是运动选手培训的前手站 体育会表示每一年都会向花莲县政府等相关单位 争取经费来办理 除了维护玉璃多年来的运动风气之外 更在各赛事当中找到具备潜力的选手 未来可以代表花莲代表国家出赛 记者高松双玉璃镇采访报道